《文化之后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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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对老师来说 画画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快乐 就是 把你想要说的东西能够表达出来 你的看法 对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一点对我来说是 是很重要的 就说你身在这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对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世界在你的眼里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我觉得那很重要 我觉得现在人看这个世界 都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小时候也只是当一个兴趣在画 但是当我开始念小学 开始受教育之后 我就发觉漫画变成了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心理治疗了 什么时候因为我有学习战略 然后我也有轻微的自闭 自闭就是这样 对我来讲我也许不善于跟人沟通交往 所以我觉得自闭对我的帮助 现在事后想起来是非常重要的